1950年 一名在美国洛斯阿勒莫斯 实验室研究核弹的物理学家 在午餐时 对当时在场的几名同事 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源自于几百年来 甚至是几千年来 人类对自身的思考 如果这个宇宙中存在外星人 那他们在哪里 这个直白的问题 让在场的顶级物理学家们争论不休 这个问题的提出者 叫恩利克·费米 之后他的问题 也叫做费米悖论 这是一个有关外星人存在的科学悖论 阐述的是 无限大的宇宙空间 和无限少的外星人存在的 证据之间的矛盾 问题看似简单 但是却引发了几十年来 对外星人的不停讨论 并且包含了天文学 物理学 生物学 生态学 和哲学的思考 70年过去了 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 但是它却包含了四个可能的答案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四个答案 首先费米悖论的前提是宇宙的尺度 仅仅是我们的银河系 就有大约1000到4000亿颗恒星 而目前可观测的宇宙中 则有700该颗恒星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且这并不会是宇宙的全部 宇宙的真实范围 很可能比观测的宇宙要大得多 我们观测到的宇宙范围 很可能是沧海一宿 所以即使智慧生命 以非常小的概率 出现在围绕这些恒星的行星中 那么宇宙中的文明 也应该不计其数才对 费米认为 除非有什么物理原理上的困难 阻碍了文明的星际旅行 不然就仅以银河系 区区10万光年的直径 在宇宙年龄超过137亿年的时间里 应该有相当多的文明 已经探访过整个银河系 因为就目前人类科技的发展速度 在100万年内 也能踏遍整个银河系 更何况 太阳在目前银河系中 属于比较年轻的恒星 有不计其数的恒星 比太阳的年龄要大 就说明银河系内的外星文明 会有比地球文明早几百万年 到几亿年的发展机会 在1960年 一名叫做法兰克·德雷克的天体物理学家 就开始利用美国绿岸天文望远镜 进行大规模搜寻地外文明了 德雷克对于寻找外星文明 同样很痴狂 他在费米悖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德雷克公式 用来估算银河系内 存在人类这样智慧生命的数量 这个数量是银河系内的恒星总数 乘以一系列的概率 这个N就是银河系内可能和我们通讯的文明数量 即智慧生命的数量 要估算出N的数值 就要带入之后的变量 分别是NG 银河系内恒星的数目 FP 恒星有行星的比例 NE 每个恒星中内地行星的数目 FL 净化出可居住行星的概率 FI 演化出智能生命的概率 FC 智能生命能够进行通讯的概率 FL 科技文明持续时间 在行星生命周期中所占的比例 这个公式一推出 引起了科学界大量的讨论 大家对其中的变量有很大的分歧 比如 净化出生命的行星比例 以及演化出智能生命的比例 所以 这个N的数值会有相当大的波动 会得到1到100万的范围 也就是说 银河系的智能生命数量 至少大于1 至多会高达100万个 我们取德雷克公式中 N的中间值 也就是50万 如果银河系目前 或者曾经存在过50万个智能生命 那么我们现在的银河系 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银河系应该是这样的 在各个方向上 都能找到一些光线被遮盖的痕迹 当然实际上没有这么大 这里只是演示一下 那这些被遮盖的暗影是什么呢 这就是星际文明 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后 使用戴森球类似的科技 造成了恒星光线变暗的景象 那么一定有人会问 为什么外星文明 一定会使用戴森球这种科技 它们难道不能使用其他的方式 获取能量吗 我们知道文明的发展和能源紧密相关 一个文明如果要突破到更高一级的文明 其本质就在于如何获取更多的能量 而各种文明的发展 也要遵循宇宙的基本物理定律 恒星这种近似于无限的能量来源 是最直接的获取方式 所以获取本星系恒星的能量来源 是文明发展的必经阶段 即使不是所有的外星文明 都会使用这种方式 至少会有一部分外星文明 会在特定的发展阶段 采用这种方式 因为在一个较大数量级的范围内 概率是一定有的 可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银河系 是什么样的呢? 所有的恒星看起来都非常正常 不论是几光年以外 还是几百几千光年以外的恒星 都没有明显的光线变暗 除了有两次极其偶然的恒星变暗事件 但并不能代表是普遍的现象 此外 从1970年开始 SETI即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使用了1000架射电望远镜组成的巨大阵链 来搜寻宇宙间传输来的电磁信号 从1999年开始 又动用了全球500多万天文爱好者 这些爱好者的电脑 累计工作了243万年 来分析射电望远镜阵链 在银河系中几百万颗恒星方向的电磁波 也没有找到明显的外星无线电信号 也许有人会说 外星文明不会使用无线电这种落后的传输方式 如果文明在宇宙中是普遍存在的 一定会有一定数量的外星文明 使用这种通行方式 或者是处于这种科技阶段 然而几十年来大规模的搜寻 几百万年的电脑工作时长 最后连一个可疑的信号都没有 这说明了文明在银河系中 至少不是普遍存在的 这就引发了费米悖论的第一种可能 宇宙中至少是银河系中 不存在除了地球以外的智慧生命 虽然这个结论过于极端 但是仍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这就要考虑到德雷克公式中的两个变量 和之前预估的有非常大的差异 即FL由生命进化出可居住行星的概率 和FI演化出智能生命的概率 这两个变量的数值非常之低 低到接近于零 这就是说宇宙中不是不存在其他生命 但是目前只有地球进化出了文明 因为生命的存在 本来就是一系列小概率事件 在几十亿年里的叠加组合 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都不足以让生命延续 有一位科学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生命在宇宙中的出现就像是把一块手表的几十个零件 拆掉扔进大海 然后靠着海浪的作用把这些零件重新组成一块手表 那么就存在一种可能性 地球生命是宇宙这个海洋中极其偶然组装好的一块手表 是限量一块的超级限量款手表 我们再考虑第二个变量 FI演化出智能生命的概率 如果宇宙中存在生命 它们进化成文明的可能性有多大 想想我们的地球 地球上好不容易有了生命 但是进化到恐龙这个阶段就停滞了 任由恐龙称霸了近两亿年 因为生物进化最重要的是适应 而不是演化出智慧 可以说恐龙就是当时最适应地球的生物 如果不是6500万年前那颗不大不小的小行星 在特定的时期以不快不慢的速度 撞向了地球的某个特定地点 还要改变地球的自转速度和自转轴 引发一系列改变 那么现在的地球上还是恐龙的世界 并且在未来几亿年的时间 也不会出现第二个霸主 直到它们消耗完地球上的所有资源 假设某一天人类的科技发展了一定阶段 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星球 对其进行改造 使之拥有地球的环境 然后我们投放简单的原核单细胞生物 不断调整环境 只保证它们存活不干涉它们的进化 那么你认为这些单细胞生命 需要花费多少年才能演化成智能生命 想想这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这说明德雷克公式中的其中一个 或者几个变量为零或者是接近于零 宇宙中生命的出现是极为稀缺的事件 在进化的文明更是超级稀缺的事件 地球是宇宙中唯一的文明 听起来很可怕 但是这种可能性却存在 我们再来看看费米悖论第二种可能性 外星文明曾经存在过 这种说法就是 德雷克公式中的变量FL 即科技文明持续的时间 在行星生命周期中所占的比例 被估计过高 就是假设生命的出现是可能的 进化到文明也是可能的 但是这些文明持续的时间都不够长了 还没等它们发展到星际文明的阶段 就因为各种问题灭绝了 这并不是威严耸听 看看我们现在的地球 人类经过了几百万年的演化 真正的工业化发展也就几百年 按照目前的速度 人类有望在一百万年内 就能突破到星际文明 实现银河系内的探索 但是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 你觉得人类能够持续到一百万年后吗 如果人类社会不进行大的变革 和寻找到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能源 恐怕人类再持续一万年 都是比较乐观的估计 这不仅仅是人类自身的问题 这是所有利用行星资源发展的问题 人类目前遇到的问题 其他外星文明也会遇到 可能它们比地球文明早几千万年 但是可能在几千万年前的某个阶段 就毁灭了 所以这也引发了一个著名的理论 这是1990年 一名叫做罗宾·汉森的科学家 为了解答费米悖论而提出的 叫做大过滤器 这个理论是把文明的发展 分成了几个阶段 首先是合适的行星系统 就是地球这样存在有机物的宜居星球 第二阶段是可自我复制的分子 第三阶段是发展到简单的单细胞生命 第四阶段是可复制的 真核单细胞生命 第五阶段是有性繁殖 第六阶段是多细胞生命 第七阶段是脑量较大 使用工具的动物 第八阶段是人类目前这个阶段 第九阶段则是星际殖民 而大过滤器理论认为 最后一个阶段 星际殖民是每个文明发展了 高阶后必经的过程 因为所在的行星 所在的星系资源 总有一天会耗尽 殖民其他星球是必经之路 如果银河系中 生命的出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考虑到有千亿级别的恒星 都比太阳的年龄大 银河系中的文明 应该至少有一部分 到达了第九阶段 那么我们现在观测到的银河系 就应该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也应该可以轻易发现 外星的探测器 或者是接收到外星文明的信号 但是并没有 如果我们未来某天 在火星上 或者是某颗星球上 发现了单细胞生物 这一定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就意味着 宇宙中出现生命 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而且轻易就有生命 可以跨越1到6的阶段 但是它们在6到9 尤其是8到9这个阶段 无法跨越 或者某一天 我们在某个星球上 发现了文明存在的遗迹 也不要急着兴奋 这说明 很多文明在到达第九阶段之前 就因为某种不可控的因素 或问题灭绝了 那么我们假设 外星文明已经大量存在 如果公式中其中的变量 FC 智能生命能够进行通讯的概率很低 我们也同样找不到外星生命 英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沃森 曾经参照地球生命的演化过程 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 分析后显示 我们在其他行星上 找到智能生命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因为参照地球生命的演化历史 他认为 任何一颗行星 都不会为生命的演化 提供无限长时间 因为恒星的寿命是一定的 而且恒星只有在一定的周期 才能提供演化出生命的环境 比如 太阳的寿命是100亿年 但是 它提供的生命窗口期 只有60到80亿年 而地球演化出生命 花费了5亿年的时间 演化出智能生命 花费了40亿年的时间 这就消耗掉了行星 整个生命周期的一半以上 那么 套用这个数学模型 在一颗恒星周围出现生命的可能性 不会超过0.01% 假设银河系中有 至少1000亿颗恒星 套用0.01%后 得到的结果是 1000万个恒星周围的行星 有生命 看起来很多 那么 这1000万个行星 又有多少能够发展的智慧文明呢 我们取0.1% 这个不算保守的估计 那么会有1万个生命 能够进化到智慧文明 那么 又会有多少个能够到达星际文明呢 我们再取其中的0.1% 结果就是 1 也就是 不多于一个文明 发展到的星际文明 这个答案很可怕 但通过这个模型可以得知 银河系中如果存在星际文明 数量也非常有限 即使有文明 应该也是处于地球这种文明阶段 即使超出 也没有达到星际文明的阶段 而将这1万个文明 放置到银河系中 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 会超过100光年 考虑到它们其中的一部分 也会发展出像人类一样的 无线电信号 而人类向宇宙中发射 无线电信号 已不过就100年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 我们至今 没有接受到任何来自于 地外文明的无线电信号 也没有任何对我们发射的 无线电信号的反馈 因为 我们和外星文明之间 隔得太远了 再一个可怕的是 宇宙中的某些定律 无法打破 比如 光速定律 这就决定了不论文明发展的 何种程度 都无法突破光速极限 使用想象中空间跳跃的方式 探索宇宙 这样 宇宙中的绝大多数文明 它们都会因为宇宙尺度的巨大 和文明存在时间的长度限制 而无法接触 费米悖论的最后一种可能性就是 已经有外星文明来到了地球 但是 它们基于某种目的 采取了不接触 不现身的方式 我们可以理解为 它们是善意的 超乎人类道德层面的一种行为 就是为了不干扰地球的正常发展 就像人类如果有朝一日发现了一颗 远地于自己文明的星球 人类会怎么做 一定也会采取先观察 后接触的策略 如果有外星文明发现了地球 那么这个数量一定是大于亿 因为 有文明可以来到地球 就说明星际文明 在宇宙中 是一种普遍现象 问题是 有多少外星文明 在多早的时候 以多么大的程度渗透到地球 它们是否曾经以某种隐蔽的方式 干涉了地球的文明进程 比如对宗教 文化 生物演化方面进行了干涉 这些在人类未来的发展中 一定可以找出相关的蛛丝马迹 从而证明 人类和地球生命 并不是宇宙的唯一 而那个时候 也应该是外星文明 正是和人类接触的时刻 人类是害怕孤独的 因为我们是社会性动物 从古到今的各种传说中 都能找到我们 对其他世界的描述和意想 而现代天文学证实 我们只是偏安于广袤宇宙中 平淡无其一余的一颗小生命 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地球生命和人类 是宇宙演化的必然结果 由于自然法则 在宇宙中具有普遍性 说明 类似于人类的物种 也会出现在 苍茫宇宙的某处 在费米悖论的四种可能性中 我个人倾向于第三种和第四种 就是要么我们和外星文明之间 相距太远无法接触 要么已经有不止一种外星文明 来到了地球 无论如何 外星文明一定存在 因为在这样一个无比庞大 不断在收缩和膨胀之间 循环往复的宇宙 它的存在 绝对不是为了只诞生地球 这样一个生命而设置的 宇宙应该远比我们想象的 要精彩和复杂 我们并不是孤独的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